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永樂老師 現在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鬥爭 已經進入到了攻堅階段 有一個小朋友跟我說 他前兩天看報道 說美國有個公司開發出了一種藥物 名字叫瑞德西偉 對治療這種新型的病毒很有效 還有人說這個雙黃連也可以殺死這種病毒 他問我 那麼到底如何判斷 一個藥物對一種疾病有沒有效呢 今天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問題 一個藥物對一個疾病到底有沒有效 其實有一個最基礎的法則 那就是我們需要做對照實驗 對照實驗 比如說有一個病人他吃了一種藥好了 我們並不能一定確定這個藥就是有效的 因為有可能他不吃藥也會好 所以怎麼辦 我們應該讓兩個病症差不多的人 一個吃藥 一個不吃藥 然後去對比他們的變化 兩個人可能數量還不夠 所以我們要大批的人來做這樣的實驗 我們稱之為對照實驗 那麼有記載的最早的對照實驗 我們可以追溯到1061年 在中國宋朝的時候有一本關於中草藥的書 名字叫《本草圖經》 這個《本草圖經》裡面記載了這樣的一件事 他說我們如何判斷一個人身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只要我們搞兩個人 讓這兩個人在地上走 在地上走 走好幾里路 走好幾里路的時候 他們兩個必然會大喘氣 對吧 但是讓其中一個人含著一個人身去走路 你就會發現那個含人身走路那個人 他就不怎麼大喘氣 不含人身走路這個人大喘氣得很厲害 這樣一來這個含著的這個就是真的人身 這樣一種方法 咱們可以想像這其實就是一種對照實驗 對吧 那這個沒有含人身大喘氣 這個含了人身不大喘氣 所以這個人身是有效果的 對不對 當然這個對照實驗還有很多的問題 比如說這兩個人體質可能不一樣 那可能這個人他就體弱 這個人身體就強壯 他不管含不含人身 他都不大喘氣 對吧 所以我們還需要做重複的實驗 才能驗證他這個理論對還是不對 那麽在近代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對照的臨床實驗 是在1747年的英國 1747年英國有一位軍醫 這個軍醫的名字叫做詹姆斯林德 詹姆斯林德他開創了用對照實驗 進行臨床研究的這個先河 他當時做什麽呢 他是一個軍醫經常隨著這個船出海 他發現很多船員出海的時候會得壞血病 那壞血病是困擾著航海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麥哲倫當年做環球旅行的時候 回來不剩幾個人了 大部分的水手其實都是壞血病死的 那為什麽會得壞血病呢 人們也不清楚 只是知道只要上了船 長時間不上岸補給的話 就會得壞血病 當時有壹種說法是用酸的物質可以治療壞血病 於是當時詹姆斯林德上了船之後 發現有水手得壞血病了 他就找了12個水手 這12個水手把它分成兩個人壹組 分成6組 然後用不同的酸的東西給他們吃 看看哪壹組會好 這些東西是什麽呢 兩個人每天給他們吃蘋果汁 除了正常的食物以外外加蘋果汁 還有兩個人給他們吃壹點硫酸 當然是濃度比較低的乳酸 第三個就是吃醋 吃壹些醋 第四組讓他們每天喝壹些海水 第五組每天給他們吃橙子 還有檸檬 橙子和檸檬 然後第六組是每天吃壹些大蒜 大蒜還有芥末 大蒜和芥末 好 結果經過了壹段時間的治療 發現了什麽 發現只有吃橙子和檸檬的這一組人 他的病情又緩解 甚至是完全康復了 而其他的這些人都是跟以前壹樣 都是壹血病 沒有辦法治 所以他就發現原來新鮮的水果 是可以治療壹血病的 當然他並不明白 之所以會得這種病是因為缺乏維生素C 是吧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了這件事 那當時通過這種方法 他找到了壹種方式可以克制這個壹血病 到了現代這種對照實驗的方法在醫療上用的就更加廣泛了 那我們這裏要提壹個統計學家 他本身不是搞醫學的 他是搞統計的 但是這個人對於對照實驗的貢獻很大 他的名字叫奧斯丁希爾 奧斯丁希爾是壹個英國人 就這幾個人他都是英國人 因為當時的英國是在這個壹學這方面是最發達的 奧斯丁希爾這個人他是壹個統計學家 那麽他年輕的時候得過肺結核 本來就要掛了 後來沒想到他挺住了 挺住了之後他對肺結核這個事就壹直耿耿於懷 想研究出來用什麽方法能夠治療他 那麽在1945年的時候 人類發明了第一種抗生素 就是青霉素 緊跟著1946年人們又發現了第二種 就是煉霉素 然後有人就說這煉霉素好像可以治療這個肺結核菌 可以治這種病菌 那麽到底他對病人有沒有效呢 這個當時奧斯丁希爾就說我們應該組織壹個實驗 他在1947年的時候 1947年的時候主持了壹個針對於肺結核的 針對於肺結核的這樣的壹個研究 肺結核當時在世界上是壹種絕症 得了之後沒治 我們中國管的叫勞病 這魯遜的作品裏面也多次出現了勞病 說吃人血饅頭就可以治勞病 但實際上是治不了的 最後魯遜本人也是因為這個肺結核而去世的 那我們來看奧斯丁希爾這個實驗是怎麽做的 奧斯丁希爾他說我們必須要進行對比 所以我們得找壹批肺結核病人 把他分成兩組 把他分成兩組 那麽有一組就用這個新的藥物 裂酶素去治療 就是這一組我們稱之為試驗組 這試驗組有55個人 55個人 那麽除了試驗組以外還有對照組 對照組就是它也是肺結核病人 但是我們不用練酶素去治療它 這個有52個人 而且這些人的分組是隨機的 就是奧斯丁希爾為了保證 他們兩組人的身體狀況差不多 怎麽做 就是他把壹些隨機數寫到信封裏邊分發給這些病人 然後按照這些隨機數來分組 這樣我就盡可能的保證 這兩組病人的體質沒有特別大的差別 對吧 好 那麽治療的方式不壹樣 對吧 它的治療方式不壹樣 怎麽治療呢 第一組試驗組 我們就是通過這種新發現的裂酶素 進行治療 通過裂酶素進行治療 而另外對照組沒什麽藥可治 所以就只能讓他們臥床休息 臥床休息 好 在這樣的治療的條件下 經過6個月的時間 6個月之後 那麽這些人 他的生存情況怎麽樣呢 在試驗組經過裂酶素治療的 生存的有93% 所以大部分的人經過裂酶素治療之後 可以活下來 而對照組這52個人呢 他生存率 6個月生存率是73% 這就已經明顯看出差別了 對吧 而且他的6個月之後 有一些人 他的狀況發生了改善 就是在X光下去看 他的肺部有明顯的改善 這樣的人比例有多少呢 經過裂酶素治療的 有51% 而沒有經過裂酶素治療 臥床休息的 只有8%有明顯的改善 對吧 然後說這樣一看 那你不就說明了 裂酶素是有效的嗎 人們就以為我已經找到了一種 可以治療肺結核的神藥了 對吧 但是奧斯汀西爾沒停 他接著去研究 一直跟踪這些病人 跟踪了5年 那麽5年之後生存率又如何呢 5年之後生存率發現試驗組有42% 5年可以活著 而對照組5年生存率33% 你看一下 這個差別就已經沒有剛才那麽大了 是吧 為什麽5年之後這個裂酶素治療的這些人 他的情況好像沒好多少呢 原因是什麽 當時經過人們的分析 那是因為出現了耐藥菌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之後 這裂酶素對這種肺結核菌就失效了 那怎麽辦 人們繼續去研究 結果發現肺結核這個病 你不光得用剛才我們所說的這種裂酶素治療 你同時再加上另外一種藥物 這種藥物叫做對氨水洋酸 你把這兩種藥物配合起來用 對肺結核的治療就很有效 這個耐藥菌就會大大地減少 至此人們才掌握了一種針對肺結核疾病的 這種治療方式 所以現在得了肺結核好像沒有那麽可怕了 不像最開始得了勞病就沒治 麥可觀才預備著 是吧 所以我們要感謝這些科學家和統計學家們 那麽這種對照實驗的方法 不僅僅可以用在一種新的藥物上 其實在很多領域都可以使用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在吸菸與肺癌的關系 吸菸與肺癌是不是有關系 這件事情上人們也是通過對照實驗得出的這個結論 這個實驗的主導者有兩個 一個就是剛才咱們說的這個奧斯汀西爾這個英國人 還有另外一個英國人 名字叫理查德 理查德多爾 理查德多爾 那麽他們兩個人 一起來做了這樣的一個實驗 為什麽做這個實驗呢 因為在20世紀初的時候 192幾年 每一年英國因為肺癌而死亡的人只有幾百個人 到了1947年二戰結束之後 每一年因為肺癌死亡的人接近1萬個人 就是長了很多很多倍 於是當時他們這些醫生們就想說這是為什麽呢 為什麽這段時間內 這個肺癌的人數死的這麽多呢 開始的時候人們懷疑 因為空氣污染 是吧 我們採煤 所以空氣污染了 或者因為板油馬路越來越多 板油馬路裏面有瀝青 是吧 瀝青是不是有輻射呀 所以造成了人的肺癌 開始的是這種想法 但是後來他們越來越覺得 大部分人吸煙可能是其中的一個原因 但是我們怎麽去證明 吸煙和肺癌之間有這樣的關系呢 我們得做對照實驗 這個實驗持續了好多年 最初是在1948年 1948年到1950年的時候 做了第一批實驗 當時理查達多爾到各個醫院去 找到了一些肺癌病人的資料 又找到了一些 跟這些肺癌病人體質差不多 但是沒有得肺癌的病人進行對照 我們不能從肺癌的病人裏面去找 多少個人吸煙 多少個人不吸煙 因為當時大部分的男性都吸煙 那怎麽辦呢 他就去想我能不能去研究一下 是不是吸煙越多的人得肺癌的比例越大 他就把每個人吸煙的數量分了幾個等級 結果就發現吸煙越多的人 在肺癌的這個人群中所占的比例越大 而在這個非肺癌的這一部分病人裏面 他才占的比例就越少 最終寫成了一個報告發表了 他的第一個結論就是吸煙多 結果就會得肺癌 所以吸煙和肺癌之間是有關系的 但是僅僅是這樣的一個報告 其實並不足以服重 然後他緊跟著在1951年開始 一直到1956年 他又做了第二個調查 這個調查是以英國的6萬名醫生為對象的 他向很多醫生發調查問卷 然後去問他你是不是吸煙 然後跟蹤調查這些醫生的身體情況 進一步加強了這個結論 就是吸煙的人比不吸煙的人肺癌的概率大很多很多 那麽這個結果出來了之後 把這個理查德多爾嚇得連自己都戒煙了 而且這個實驗到56年的時候 發表兩篇論文算是告一段落 但是一直都沒有停 一直持續到1993年 1993年 這些6萬名醫生 被調查的這些人裏面有一半都已經去世了 這個研究才徹底結束 在1993年的時候 他做了一個演講 理查德多爾做了一個演講 那主持人就調侃他 說如果不是你當時戒煙的話 那麽現在你的體積可能只有現在的5% 就說這理查德多爾如果不戒煙 他可能早就已經化成了灰了 是吧 那最終理查德多爾一共活了93歲 2005年的時候才去世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 每一年因為吸煙而死亡的人口 每一年因為吸煙而死亡的人口 有多少人呢 有330萬人 這幾乎是比世界上任何一種傳染病都厲害了吧 我們現在怕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怕得要死 但是很多人可能每天還要抽很多很多的煙 因爲很煩憋到家裏邊 很難受 那麽這330萬人裏面 大概有120萬人是死於癌症的 120萬人死於癌症 還有210萬人會死於呼吸道的疾病 呼吸道的疾病 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這個癌症離我們非常遙遠 因爲癌症的發病率也不過就是1%0.幾這個量級 但是你要知道 在人的一生之中 癌症的發病率其實還是很高的 如果一個人活到75歲的話 那麽癌症的發病大概有20% 如果要活到85歲的話 發病率大概是有30%多 這是一個平均的概率 吸煙的人實際上會比不吸煙的人 患癌症的概率大十幾倍 是吧 所以盡早戒煙有益於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這句話可絕對不是一個空話 其實戒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 每個吸煙的人都戒過好多次 對不對 對 那麽說回到我們最開始討論的這個藥物 叫瑞德西韋 說瑞德西韋這種藥物 到底能不能去治療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那我們也需要通過這種對照實驗進行研究 我們稱之爲什麽呢 稱之爲臨床試驗 臨床試驗 那麽臨床試驗分為很多期 比如說第一期 一期臨床試驗一般是驗證它的安全性 就是這個藥會不會對人有危害 所以壹般是找健康的這個志願者來試 這個藥會不會對人有危害 各種各樣的劑量 那麽一期這個安全性如果通過了的話 它就會進入二期和三期 二期和三期它的作用差不多 都是用來驗證這個藥的療效 就是療效 在進行這兩期實驗的過程中 人們就需要用到這種對照實驗的方法 把病人分成兩組進行對照 一組給藥 一組不給藥 而且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又發明了一種 更加嚴格的這種對照方法 稱之為藍實驗 而藍實驗又分為一藍 二藍和三藍 二藍也叫雙藍 一藍 雙藍 還有三藍 這什麽意思呢 先說一藍實驗 一藍實驗就是說這個病人來了之後 他病情差不多 我們隨機分成兩組 一組給新藥 另外一組不給新藥 但是不給新藥這一組我會給他安慰劑 什麽叫安慰劑呢 就是長得跟這個新藥的樣子一樣 你是注射劑 我也是注射劑 你是藥片 我也是藥片 病人根本區分不出來自己吃的是什麽藥 為什麽要這麽做呢 因為心理暗示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告訴這個病人 你就是對照組 我沒有給你用藥 那病人可能自己心想 我就要死了 所以他就真的死了 對吧 所以為了防止這種現象發生 避免人的心理因素作用 所以要給那些對照組吃安慰劑 這就叫一芒 病人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對照組還是實驗組 還有雙芒 雙芒就是醫生也不知道 這個病人是對照組還是實驗組 因為醫生的感受也會影響到病人 如果醫生知道這個病人給的就是安慰劑 那所以醫生就不給他好好治了 對吧 也會影響到最後實驗的公正性 還有三芒實驗 三芒實驗就是連最後統計數據的人 他都不知道誰是對照組 誰是實驗組 每個人都不知道 最後以保證這個實驗結果的公平性 最後我們再由統計學家去看 這個結果到底證明了這個藥有效還是沒有效 那麽在這個雙芒實驗這兒 有推薦大家要看一部電影 名字叫做Ctrl 中文翻譯叫控制 這個電影挺好看的 但是這個翻譯的名字不太好 你看完了這個電影之後 你就知道這個Ctrl 它應該翻譯成什麽詞了 那麽第四 最後還有一個實驗 叫做四期 四期臨床實驗 四期臨床實驗就是說這個藥物 已經證明它有效而且安全了 於是你就上市 上市銷售了之後再進行跟蹤調查去研究 看看這個藥物在大規模使用的時候 會不會出現長期來講的副作用 所以整個的這個臨床實驗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美國的FDA要想認證一種藥 都要經過這些實驗才能夠認證好 那麽你認證了一個藥物 大概要花費十年以上的時間 數億美金才能認證出來一種藥物 所以這FDA的認證是非常嚴格的 它絕對不會說沒有通過FDA認證 就在自己藥盒上寫上 說我這種藥對什麽什麽有療效 如果你這麽幹的話 那你就永遠被踢出美國市場 再也不能夠上市了 那麽我們再來說一說 這個瑞德西偉這種藥物的這個公司 這個公司名字叫吉利德公司 這個吉利德公司 它就是一個專門研究病毒藥物的這麽一個公司 那麽它建立之初 其實已經研究出來了很多病毒藥物 比如說這個HIV的病毒藥物 有一種是它研究出來的 非常有用 餅乾的這個病毒藥物也是它研究出來的 除此之外它還研究出來一種藥物就是流感 流感病毒是人們少數的有一些藥物能控制它的 就比如達菲 達菲最早其實也是這個吉利德公司研究出來的 後來被它賣掉了 那麽現在它又想研究出來一種抗擊愛波拉病毒的藥物 那這個藥物其實就是瑞德西偉 只不過很遺憾 這個藥物在抗擊愛波拉的這個實驗上它失敗了 一期實驗和動物實驗都通過了 然後就進行二期實驗吧 所以它在2018年的11月份的時候 在肝果筋這個愛波拉的疫區進行了臨床實驗 進行二期的臨床實驗 結果就發現二期臨床實驗的效果不好 用它這種藥物的這個愛波拉病人 死亡率高達53% 如果從這些人裏面挑出那些輕症患者來 死亡率也有33% 這是它的死亡率 但是對比其他的那些藥物 當時不是它這一種藥物在試 其他藥物也在試 那另外一種效果比較好的藥物 用上這400多個人之後 發現死亡率是29% 如果是輕症的死亡率只有6% 所以很顯然它這個藥物失敗了 於是9個月之後 這個吉利德公司就撤出了這次實驗 就是承認自己是失敗的 但是它並沒有停止這個研究 很快它就發現說這種藥物 因為它是用來干擾這個RNA病毒 RNA合成的 它干擾RNA病毒合成之後 就可以抑制這種病毒了 對吧 所以它發現好像這個藥物 對冠狀病毒是有效的 對於這個冠狀病毒是有效的 那麽什麽病毒是冠狀病毒呢 我們之前說過了 那就是非典病毒SARS 還有就是中東呼吸綜合症MOS 這兩種病毒可能都是有效的 不過現在也沒有人感染SARS了 對吧 你說我搞一對照組搞幾百個人 你找不到這些人 所以這個事也就一直都停滯著 結果這一次又出現了新型冠狀病毒了 那出了新型冠狀病毒之後 當然它去試 在體外環境下 這種藥物的確是對這個新型冠狀病毒是有效的 那麽體內試驗到底好不好呢 不知道啊 於是拿人去試吧 剛好這美國有一個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的病人 這個美國的病人感染了之後呢 可能病情也比較嚴重 於是沒有辦法了 這個時候他就想說我能不能試這種藥啊 當時這種藥物還沒有獲得FDA認證 但是美國有一種政策叫做同情用藥 就是雖然說我們這個藥物還沒有上市 但是因為這個人沒有什麽別的辦法可以治了 我們得試一試 不能看著他死啊 對不對 於是就給這個美國病人注射了這個藥 注射了這個藥之後 第二天美國病人就感覺好多了 那感覺這個呼吸非常的順暢 也不用再吸氧了 所以這個藥物好像是非常有療效的 但是我們說過你只有一個數據的話 並不能證明這個藥物就是有效的 那沒準就是這個病人他到那一天他就藥好了 結果你給打上藥他剛好好了 是吧 所以這個吉利德公司趕緊就發表聲明 說我們用這個藥確實治好了一個美國病人 但是這個藥還沒有上市 同時這個藥的安全性還有待考察 所以我們只給同情用藥 就是如果這個病人實在不行了 那我們就給你藥 而且我們還不要錢 咱們一起來做這個臨床試驗 是吧 是這樣說的 終於我們中國政府就和他談了一個合作 在2月5號的時候 2月5號的時候 由中日友好醫院和這個中國醫學科學院牽頭 由這個武漢的金銀潭醫院 金銀潭醫院以及相關的一些收治了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的這個醫院 筛選出來了761名 761名新型冠狀病毒的患者 用這個761名患者來做臨床實驗 那麼做的時候 因為他一期二期實驗已經做了 所以我們直接按照第三期實驗的標準上了 幾百個人研究他的療效 中日友好醫院的院長在發布會的時候就說過 說這一次實驗我們一定會嚴格的遵循隨機 隨機 就是我通過隨機的方法來篩選病人 雙盲 就是醫生他也不知道哪一個病人是對照組 哪一個病人是心藥組 他也不知道 還有安慰劑這種方式 安慰劑這種方式 也就是說給這個對照組的人同樣也注射藥物 但是這種藥物它是沒有什麼用的 是一種安慰劑 然後來進行對比 經過一段時間對比之後去研究 到底這種新藥是有沒有用的 而這個過程大概要持續到4月底 所以現在我們就說說這個瑞德西偉 到底是有效還是沒有效 其實還是為時尚早的 那麼電視上演說2月6號的時候 第一位病人注射了這種藥物 但是事實上他注射的也不一定 就一定是瑞德西偉這種藥 也可能是安慰劑 因為現在是處於雙盲階段 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病人到底是處於哪一組 那有些病人說那我想活命 所以我想用新藥組給醫生塞紅包行不行 沒有用 為什麼呢 因為醫生也不知道誰是實驗組裏的人 誰是對照組的人 這一切都得到4月底實驗結束之後 人們才會知道 所以說判斷一種藥物到底能不能治療一個疾病 這過程是非常複雜的 必須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臨床實驗才可以 不能說因為一個人吃了一種藥物 然後就好了 就說明這種藥物是有效的 因為這個人存在自癒的可能 更可笑的是有些人說 因為酒精可以殺滅這種病毒 所以我多喝酒就不得這種病了 因為這個酒精喝到你肚子裏 和擦到病毒的表面這完全是兩碼事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可以在YouTube帳號李永樂老師裏訂閱我 點擊小鈴鐺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更新信息